好,Wolf Media的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胡忠蓝,我是尹克。 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之前悬而畏惧的这样一个话题,那么之前因为这个争论有点激烈,那么然后又缺乏章法,我们现在打算就是说是不是大家调分履息的来看待,那么就是说我要不这样,我们每一个人为对方总结出一下,就是为什么对方会持这样的观点,你觉得怎么样? 好,那我先为你来总结一下,你之前所有的东西就是第一个,不外乎就是你无论在什么社会生存,社会这个竞争它是一个必然存在的事情,那么所以说你就是无论是在中共国还是在墙外,那么既然都是涉及到竞争的话,那你要改变自己命运, 你还不如先在中共国,先在竞争中成为竞争中的胜利者,然后再跳出这个环境,然后就找到你自己有想要的生活,对不对?这个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不认同,我第一点,我第一点,我认为不要成为翘楚,不是只有翘楚才能离开中共,通知下的中国,你只需要,比如说你只需要有六个月高额的工资流税, 你只需要,你只需要有六个月的社保,你只需要让西方民主社会,民主国家的移民局,感觉到你没有严重的移民倾向,你是不是就可以获得签证,你是不是就可以离开中国,那他如果不发给你护照,如果中共不发给你护照, 那么多人流亡泰国,泰国你知道,泰国这个事情不太好啊,你去了的话,这个 我只是告诉你,就是很简单,总有离开的机会跟机遇的,你人啊,还是那句话,就王侯将相宁有总部,人不拼,你都不清楚自己有多少钱能 我不是说要提倡这14亿老百姓,这些年轻人为中共去卖命,为中共去拼搏,去做中共的工具人 而是你在中共极限统治下的中国,你不得不在一个阶段为中共做工具人,那么与其长期的为中共做工具人,你为什么不短期的做有效工具人 嗯,组合一些条件以后,离开中国呢,嗯,这是其,好,这个我觉得呢,我的观点就是说,躺平学和你这个东西 并不矛盾,就是说你这个是作为,你改变自己生存环境的,这么一种方法 那么我们躺平学呢,主要是在改善中国本来的环境,就是能不能通过每一个人的,就是一个躺平的行为 就是让这些资本家,让这些播,就是所谓的,不涉及资本家,就是中共 嗯,中共,那么就是让他们意识到,就是说你不能再这样,就是说,在这么,这么,这么,这么用力的把人按在地板上摩擦 当韭菜歌,你搁一面,别搁这么狠,就是说,就是因为大家知道,你说要满足什么什么什么条件 但是我相信,对于13亿中国人,大部分6亿人,他的月收入是在这个这个这个三千块钱以下 那么对于他们来讲,就是你满足这些条件,对他们来说也是非常困难 但是那他们还,还是得过日子,就是说,那么怎么样,就是把他们的就是,呃,就是工作的这个用,用,用工的环境 能够进行一些改善,或者说能否适当延长一下他们的寿命,就是本来你可能四五十岁的时候,你已经 已经一身疾病了,对不对,然后你的猝死风险也较为的高 那么能不能通过躺平的这样一种思潮,让大家能够适当延长一点寿命呢,对不对 就是适当改善一下,底层的这个黑暗的工作环境,这个是我们这个躺平学主要是要考虑,这个我跟你说 其实首先,就是我还是给你准确的,就给你一个定义 他其实这种就属于消极的反抗 那消极的反抗,对吧,他是很简单,就是第一个,我们现在框架有了啊,就是 中共极限统治下,中国年轻人的不合作,对,对,那么我们今后就不要再往外面扩,好吧,我们就把这个框架定下来,对对对 好,那么第一个,我不离开中国,但是我的骨子里或多或少有点对中共统治下目前的中国有些不满 嗯,内卷,政治内卷化也好,经济内卷化也好,社会内卷化也罢,嗯 那么他想要,是吧,让自己的劳动,获得更高的收益 嗯,中共不会良心发现,对吧,所以才有了现在的躺平 那么你们对中共的了解程度够不够 中共云不寻许你旁平,嗯,这个,这个我们不知道,这个的,这个的环境存不存在 那我,这个我们不知道,在你们不知道的情况下,对,你采取了一种消极的反抗,对,对吧 你们希望自己能够获得更好的收益,你们希望中国 中国 中国人的这种内耗和这种,就是 对,就是内耗,内耗,还有呢,这个,这个,中国人的劣根性,不要彰显 对吧,我搬这么批砖,是吧,你搬这么批砖300,我搬这么批砖200 对,最后就变成一个,呃,就是,就是比,比谁搬这个砖要更低的价格 其实就,就是把自己给借卖了 是吧,对,我告诉你啊,你们达成不了一支 就,你现在在呼唤躺平的人 就像你,是吧,你算典型一个代表,你其实你的生活已经 优于那些,应该躺平的人 或者你的家庭,优于 你们所呼唤的群体,那那那那我,那我,你就抛开我,好不好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躺平群,我抛开 我,我,我不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我们去看 现在在呼唤的躺平的人,对呀,他是,第一个,我不需要996 是吧,我不需要去,是吧,积极的工作,不积极的买,我不要买房安身立命 我只需要德国且国 没有,我,我,我们只需要是,就是,严格遵守8小时工作制 严格遵守 每周有两天的休息时间 这种应该是最低的要求 你说的是 但是 他的收益 够不够他养活自己 够不够 他剩下的两天时间 是不是百分之百 能够跟父母去团聚 那有可能 是不是能去 吸钱镜效 这个就不是我们考虑的 那么是这样子 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主观的东西 就是说你可以选择 在你当前环境下的躺平 比如说你可能觉得 我还是得工作六天 我可能放一天 那么另一个人 他可能工作三天就够 那么我们是建议你 工作三天的人 你不要去工作六天 那么因为你工作 那么你就多工作那么几天 相当于就是夺取了别人的休息时间 我告诉你 就是每一个人 中国 我说一点 这个不好吗 中国最不缺的 就是中国 中国最不缺的 就是人 对 那么中共极权统治下的今天 最不缺的 缺的就是 这些人 就是工具人 对那么这些工具人怎么样让他们少一点 那么我告诉你就是躺平学 当你不做的时候 自然而有其他的人来做 对对对 那就是因为他们这个躺平学没有学好 躺平学如果学好 那么他就不存在 我告诉你 他的这个东西 你的躺平是一种反洗脑 是一种思潮 对是一种学潮思潮也怕 对对对对 好吧 是一种反洗脑 我说了还是一种消极的反抗 那是一种怎么说呢 我觉得是一种 比较就是退而求其次吧 退而求其次的一种 这个是可以确确定 退而求其次的一种 但是总比你不 就是总比你任人宰宰格要好 对不对 你至少还 就是我们讲就是人的 这个存在的价值是在于做出选择 那么最怕就是说你没有任何选择 那么我们现在给你一种选择 那么你去不去做选择 你自己考虑 我跟你说 你在极少数的人推崇这种躺平学 没有实际的 我觉得那是这样的 我觉得这个躺平学 现在真正的看到的人 还是非常多的 那我举几个案例 那比如说你说像抖音和快手上面 就是说像这种大众化的传播 现在出了很多 就是关于躺平的一些段子和一些文艺作品 甚至有歌曲 对不对 就是我们讲任何一种思潮 你假如说有这种东西存在的时候 首先第一个 做这些东西的人 他们都是自杀的 就是说并不是完全是为了 什么因为为了要什么跟境外什么 林外核之类的 就我完全没有这个想法 他们就是说明这种躺平的思潮 是有内在的土壤的 就是说大家都有这样的需求的 然后第二个 就是说这样的视频 它能够被广为传播 至少每一个人在看到的时候 他都会选择多看之间 对不对 那么就是说 就是还是有群众基础的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并不能说 就是一个极少数人 杯水车薪的这样一种状态 就是还是有值得推广的 这么一个点 我觉得是这样 你回过头去看看内涵段子 内涵段子我还记得 你回过头去看看内涵段子 当你们到了一定的阶段 一定的规模的时候 中共会不会允许它存在 那这个呢 我觉得也是的 就是很有可能的 就是中共可能会下一纸号令 就是说你不能提这个事情 那么就是中国的 就是言论式审查 这本书上面 然后又多了一个 就是躺平学就不能说了 这个有可能 我跟你说 很有可能 说到底还是消极的反抗 说到底还是消极的反抗 很简单 你前面都让你发挥了 现在让我发挥一下 好吧 还是消极的反抗 你与其消极的反抗 为什么不敢积极的面对呢 无非当你积极面对的时候 要吃808 是吧 404 是吧 要去 电脑上屏幕显示404 是吧 手上要吃808 是吧 要到看中所里 监狱里去 是吧 还是消极的反抗 他是说 我在一定的阶段下面 达成一定的人物 达成共识 那么真正在提倡 躺平的人 自己有没有躺平 就你去推荐 其他人躺平的时候 你自己躺平了没有 这个也要考虑 第二个 你的家庭和你的社会因素 是不是优于基础躺平的人 我认为躺平可以 我也鼓励大家躺平 三个 三个要素 三个最重要的要素 就第一个 你要能有足够的积蓄 赡养你父母 你要有足够的积蓄 在低能耗的情况下 养活自己 结束此生 比如说你24岁参加工作 你24岁参加工作 你交了15年的社保 是吧 你每个月领1000多块钱 你山上有一间草屋 是吧 你自己种点菜 自己养生 是吧 这个可以 还有一个 你要对得起 爱你的人和你所爱的人 在这个三大前提下 你可以去提倡躺平 你可以去推荐躺平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避世而去 是吧 叫做小银 小银淫欲 对吧 有道理 有道理 是吧 这个是你们现在所框架 我看了众多在推荐躺平的人 第一个 你小胡就不是一个躺平的人 第二个 我看到他们 我觉得我在国内的时候 也基本上是一个躺平 是在反抗996 是一种 是在反抗 是吧 在反抗996 国内确实在反抗 在反抗加班 是吧 你在国内的状态 你说你是躺平的 对 但是 基本上是就是被这个体制的红线 就是被枪逼的走的人 但是 我再不往前走 他就啪一刀下 但是 那这个时候 我就往前走一点 但是 但是 你是优于其他人 其他 其他人到了杭州 我觉得 你还要租房 这个是一个开放的话题 我们就是 留给观众 你还要去租房 一个自己思考的 对 你还要去租房 我们把每一个 对 你现在 你没有钱了 你跟你说 哎呀 老爸 你拿一点钱给我 其他人说 哎呦 其他人每个月接到电话 儿子啊 你工资发了没有 你老爸要去看病 对 这种都是很现实的问题 是吧 对 你放屏的时候 你当然也是要考虑的 还有一个东西 你弟弟妹妹发你信息 哥哥 是吧 没有弟弟妹妹 对啊 我们都 哥哥 是吧 很简单 像我 我到了杭州以后 确确实是没有问家里要过一份钱 那个时候你所付出的确实是比常人多 我到了 我们这期节目 我到了14年以后 我可以躺平 但是 我躺平了以后 家人的状态 是吧 连我也 外婆都说不过去 哇 我们说的过多了 我们下一期 下一期 再回过头来 我就是 就是 旅游给观众一个开放的这个思考的空间 因为我们两个呢 两个方面讲的都有道理 但是呢 这个东西就是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 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多留言 给我们多 多点赞 然后呢 还有呢 多留下一些问题和多留下一些思索 大家也可以在留言中表示 更支持哪一方 我是尹克 好 我是胡忠南 我希望每个观众都可以订阅Wolf Media 给平台点赞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